《使徒行传》第十五章 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 教训弟兄们说 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离 不能得救 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 众门徒就定规 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 为所辩论地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 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 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 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 叫众弟兄都胜欢喜 到了耶路撒冷 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 他们就述说 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 唯有几个信徒 是法利塞教门的人起来说 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离 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 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 辩论已经多了 彼得就起来说 诸位弟兄 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 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 而且相信 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 赐圣灵给他们 正如给予我们一样 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 并不分他们我们 现在为什么试探神 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 放在门徒的景象上呢 我们得救 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 这是我们所信的 众人都默默无声 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 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 他们住了身 雅各就说 诸位弟兄 请听我的话 方才西门述说 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 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 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 正如经上所写的 此后我要回来 重新修造大魏倒塌的账目 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 叫余圣的人 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 都寻求主 这话是从创世以来 显明这事的主说的 所以据我的意见 不可难为那归附神的外邦人 只要写信 吩咐他们 境界偶像的污秽和坚引 并勒死的深处和血 因为从古以来 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 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 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 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 拆他们和保罗 巴拿巴 通往安提亚去 所拣选的 就是称呼巴萨巴的犹大和希拉 这两个人在弟兄中 是做首领的 于是写信交付他们 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 问安提亚 叙利亚 基利加外邦众弟兄的安 我们听说 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 用言语搅扰你们 破乱你们的心 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 所以我们同心定义 拣选几个人 拆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 巴拿巴和保罗 往你们那里去 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不顾姓名 我们就拆了犹大和希拉 他们也要亲口诉说这些事 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 不将别的重担 放在你们身上 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 就是境界寄偶像的物和血 并勒死的牲畜和坚硬 这几件 你们若能自己境界不犯就好了 愿你们平安 他们既奉了差遣 就下安提阿去 聚集众人交付书信 众人念了 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 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 就用许多话 劝勉弟兄兼顾他们 住了些日子 弟兄们打发他们 平平安安地 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 但保罗和巴拿巴 仍住在安提阿 和许多别人 一同教训人 传主的道 过了些日子 保罗对巴拿巴说 我们可以回到从前 宣传主道的各城 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 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 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防菲利亚离开他们 不和他们同去做工 就以为不可带他去 于是二人起了争论 甚至彼此分开 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 保罗拣选了希拉 也出去 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 他就走遍叙利亚 基利加 兼顾众教会 第十六章 保罗来到特弊 又到路斯德 在那里有一个门徒 名叫提摩泰 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 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 路斯德和以戈念的弟兄都称赞他 保罗要带他同去 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 他父亲是希利尼人 就给他行了割礼 他们经过各城 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 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 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 人数天天加增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 在亚西亚讲道 他们就经过弗里加 加拉太一带地方 到了美西亚的边界 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 耶稣的灵却不许 他们就越过美西亚 下到特罗亚去 在夜间 有异象献于保罗 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 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保罗既看见这异象 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 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 于是从特罗亚开船 一直行到萨摩特拉 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 从那里来到菲利比 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 也是罗马的驻房城 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 当安息日 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 直到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 我们就坐下 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 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 名叫吕迪亚 是推亚推拉城的人 速来敬拜神 她听见了 主就开导她的心 叫她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 她和她一家祭领了喜 便求我们说 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 请到我家里来住 于是强留我们 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 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 她被污鬼所赋 用法术 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 她跟随保罗和我们 喊着说 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 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 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 她一连多日这样喊叫 保罗就心中厌烦 转身对那鬼说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 那鬼当时就出来了 使女的主人们 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 便揪住保罗和希拉 拉他们到世上去见首领 又带到官长面前说 这些人原是犹太人 竟骚扰我们的城 传我们罗马人 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 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 官长吩咐 剥了他们的衣裳 用棍打 打了许多棍 便将他们下在尖里 祖父禁足严谨看守 禁足领了这样的命 就把他们下在内间里 两脚上了木狗 约在半夜 保罗和希拉祷告 唱诗赞美神 众囚犯也侧耳而听 忽然地大震动 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 尖门立刻全开 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 竟竹一醒 看见尖门全开 以为囚犯已经逃走 就拔刀要自杀 保罗大声呼叫说 不要伤害自己 我们都在这里 竟竹叫人拿灯来 就跳进去 战战兢兢地 伏伏在保罗希拉面前 又领他们出来 二位先生 我当怎样行 才可以得救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他们就把主的道 讲给他和他全家人听 当夜就在那时候 竟竹把他们带去 洗他们的伤 他和属乎他的人 历时都受了洗 于是竟竹领他们 上自己家里去 给他们摆上饭 他和全家 因为信了神 都很喜乐 到了天亮 官长打发差椅来说 释放那两个人吧 竟竹就把这话告诉保罗 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 如今可以出间 平平安安地去吧 我们是罗马人 并没有定罪 他们就在众人面前 打了我们 又把我们下在间里 现在要私下 拧我们出去吗 这是不行的 叫他们自己来 拧我们出去吧 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 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 就害怕了 于是来劝他们 领他们出来 请他们离开那城 二人出了间 往吕迪亚家里去 见了弟兄们 劝慰他们一番 就走了 祝他们一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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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